明天 明天 這下插翅也難被毒蟲在樓梯間 一看到警察衝上門 還沒回過神來 最後被優勢盡力強制 壓制在地制服上考逮捕 剛吸完毒還在胡言亂語 先嗆雲警時候認識馬總統 再看一看樓梯間 滿地都是一級毒品跟針筒 想賴也賴不掉 1號晚間10點 新北市盧州原警接火通報 前往台北市真華路民宅埋伏 準備逮捕毒品銅起扮 逮捕過程的小查局長 原警印象深刻 警方現在樓梯間帶到主嫌 並想到躲在房間內的同伙嫌犯 突然開門大喊警察來了 讓主嫌當場怒罵對方髒話 三個人有點可疑的時候 要上權去盤查 那個誠信換嫌的時候 就喊警察來了 他們就一直往二樓 三樓 四樓 通跑上去 而且沿路的時候 丟了海洛因 還有那個注射用的針筒 原警望中卓別 逮下毒販 在一樓逮到後信主嫌後 其他三名嫌犯發現 邊逃邊喊快跑 一路衝上五樓 眼見無處可逃 三人狼狽被警察制服 警方發現嫌犯還特地選在 在西門監獄站附近套房 躲避茶器 奔族套房 一個月要一萬九 這四名毒蟲 還是不同掛互相合作藏匿 四名毒蟲在樓梯間被帶 其中猴姓嫌犯有毒品通緝在身 卓姓嫌犯不只有毒品通緝 還有侵占通緝在身 另外兩名嫌犯 則是這回吸毒加持毒 被人葬舉貨 記者留聲 黃子鋒 新北市報了